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先总统奥巴马是命东来游说亚洲大国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的金融政策 并逐步减少从伊朗进口原油 透过国际间的一致行动 以此来达到迫使德黑兰政府放弃核子计划的目的 但是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同意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内容 未来几个月中美是否会采取一致的行动 令人关切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时事评论员高慧宇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 欢迎收看时事点评 我是高慧宇 去年的最后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案 这个法案的内容是要对被怀疑正在从事浓缩又要做核子武器的伊朗进行金融制裁 所谓金融制裁就是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不得再与伊朗的中央银行做任何财务的往来 原因是伊朗这个原油输出国家 它原油输出的主要财务管道就是他们的中央银行 那如果世界的金融机构不跟伊朗中央银行来往 它的另外一意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再向伊朗购买原油了 那么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继续跟伊朗的中央银行往来的话 美国就会封杀这些金融机构 你就不能在美国境内从事金融的往来 这个影响是姿势体大 也因此全世界大部分跟美国友好的国家都愿意来遵守这样的一种金融制裁 那么最近美国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嫌奥巴马总统之命来到亚洲 跟亚洲两个最大的伊朗原油购买国来沟通 一个是日本 日本当然没有问题 它是亚洲最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 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就有点问题了 那盖特纳在北京期间见了总理温家宝 见了副总理李克强 也见了据说今年可能要接中共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 习副国家主席 那么这三个人都很含蓄 那么并没有一口回绝 但是中国大陆的官员跟学者私底下都说 我们干嘛要这么支持美国的制裁政策 我们干嘛要这么听美国的话呢 所以盖特纳回到华府以后 也不能确定中国会不会像其他国家 百分之百的支持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 但是如果中国不愿意多多少少的减少 对伊朗石油的购买的话 又对美国的面子上又挂不下去 所以现在呢 这个中美两个都面临着困境 对美国来说它的困境是 今年是大选年 如果奥巴马对伊朗不够强硬 制裁不够严厉的话 他的共和党的对手虎视眈眈 就要取而代之了 但是呢他如果对中国太严厉 说你要百分之百的遵守 我对伊朗的这个金融制裁呢 又破坏了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就是中美关系 而大选年美国也不愿意呢 对中美关系呢做这样的破坏 更何况美国不是信誓旦旦要回到亚洲来吗 你回到亚洲来 跟亚洲第一大国中国关系搞不好 你怎么回到亚洲来 这是奥巴马的困境 那中国有困境 中国的困境呢就是 不这个跟美国配合 我说过 就是最重要的中美经济关系 就受到影响 因为美国就得制裁中国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太接受美国的制裁方案呢 中国国内呢也会有人说 你怎么对美国这样让步呢 更何况今年也是中国要换届的年 今年中国的国家主席跟这个总理都要换届了 所以呢也不能表现得太软弱 所以两个国家呢 都有各自内部的政治的考量 那么最后到底中国会对美国让步到什么地步 我们还要看后面的这个进程 不过如果我说美国的盟友 也支持美国这个很严格的对伊朗金融制裁的话 也未尽燃 因为这次盖特纳到了日本以后 日本人私下也跟他抱怨说 哎呀 你叫我不要跟这个伊朗买原油 然后呢 欧盟要对伊朗进行石油禁运 那不是推高全世界的油价吗 经济已经这么差了 推高油价 不是雪上加霜 还有我们日本去年这个大地震的重建工作 需要很多的能源 需要很多的资金 你这样一来呢 能源价格一上涨 我的重建基金也要上涨了 也要加钱了 预算也要增加 对我来说实在困难 可是日本人对美国很少说no的 所以呢日本应该是会对美国这个百分之百的遵守 韩国也一样韩国的经济成长也要靠低廉价的原油啊 可是现在一制裁的结果 韩国进口的原油价格也要高涨了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插曲 这插曲是什么呢 是伊朗境内啊 浓提炼浓缩又的一个专家啊 突然被人家用汽车炸弹炸死了 伊朗说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的阴谋 美国跟以色列都否认 这小小的插曲刚好发生在这个节骨眼 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煽动伊朗内部民族情绪的一个大事情了 所以呢说今年这个最危险的国家呢 是伊朗大家都赞成 因为如果西方世界把伊朗逼到了一个墙角 他做什么呢 第一个 他会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的边境 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交界的地方 不是有一个很痛恨以色列的一个组织叫真主党吗 这个伊朗可能就发动真主党在北边的间界去偷袭以色列 第二个就是在波斯湾封锁这赫穆斯海峡 让所有波斯湾的缘由通过赫穆斯海峡 都要伊朗说yes 否则就通不过 第三个呢 现在伊朗对伊拉克有很大影响力 美国人走了 所以他会不会在伊拉克境内发动什么样的一种袭击呢 全世界都很担心 所以这个最危险的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内贾德啊 在全世界都要制裁他的时候 他非常悠闲的到拉美去访问了 去古巴去委内瑞拉去厄瓜多尔 这些所有的左翼的国家 那去寻求外交上的支援 美国跟欧盟封锁我没有关系 我全世界各地都有兄弟会支持我 所以呢 美国跟伊朗先互相恐吓 都有身高的动作 互相恐吓 你别踩到我的红线 如果踩到我红线 我就会怎样怎样 至于这个怎样怎样 究竟是怎么样的内容 全世界都很关心 我们现在也不能预测 只好假以时日看看 今年伊朗会不会是全世界 最害怕的一个国家 这是今天时事点